地坛焦点还要来关注 今天是中华职棒乐天桃园队主场首战 与球男商金牌搭档李洋 王麒麟也到现场开球 还加入了声援行列大喊决胜的关键词 硬啦 为球队天上的金牌光芒 开球时的小插曲则是王麒麟顺利投出 没想到李洋投出了一记抱头挖地瓜 他说他因为太紧张了 第一次站上棒球场比奥运时还要抖 三 二 一 请投出 预抽金牌男双林洋配这回化身投手 王麒麟笔直投出 李洋却有点腊草 直接挖地瓜爆头 原来都是因为初次站上棒球场太紧张了 直呼比奥运还抖 林洋配为乐天桃园队打头阵开球 一出场环身雷动向大家挥挥手 亲切感十足 大家好 我是女球选手李洋 这位十号队友们大家好 我是秦宁 台湾市长郑文灿也穿上棒球队服到场加油 大战一字排开比出决胜姿势大喊硬啦 硬啦 声援棒球选手也不忘替自己加油 林洋配期盼接下来的赛事能有所突破 年底有个市井赛跟年中赛 这还是我们当前希望努力的目标 那明年的话因为还有全英公开赛跟亚运 这也是我们希望说可以去突破拿到好成绩的比赛 不过运动场外两人也是话题不断 最近因为公务员身份卷入悠悠卡代言风波 李洋王麒麟坚决立场无论如何不会离开球队 从来没有说要离开球队 现在就是也有在跟球队讨论 那希望全虚部跟政府可以就是给我们一些解答 跟公司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 乐天桃园主场首战请来金牌选手开球 希望能沾沾光揭开新一季比赛序幕 记者林住强 台湾报道